进食祷告词 4月3号 星期三 明天是我们教会每月第一个星期三的午餐进食祷告 跟着下面祷告词读就可以 如果你错过了明天 也可以挪到后天 一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求你赐我们日用的饮食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门 二 慈爱的天父 求你怜悯你的儿女 特别是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们 求你赐他们信心和力量 让他们能够重新回到你的家庭中 享受你的恩典和同在 求你赐我们多一点关心和爱心 让我们能够主动地去关怀和帮助他们 让他们感受到你的爱和你的恢复 阿门 三 全能的神 求你复兴都柏林的教诲 让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 让你的化光照我们的路 让你的爱激励我们的行动 求你兴起每一个弟兄姐妹 让我们能够回应耶稣的命令 活出爱的生命 做光做炎 影响和祝福我们周围的人 阿门 四 智慧的神 感谢你赐给我们 但以理书这本宝贵的书 让我们能够从中学习 你的作为和旨意 以及你对你的子民的信实和拯救 求你帮助我们更加明白 但以理书的信息和启示 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 活出我们所学的 凡事尊神为大 敬畏神 顺服神 信靠神 为神做见证 阿门 五 主啊 我们为即将到来的五月份 全教会小组长预察祷告 求您赐福给我们的每一位小组长 使他们在您的领导下 带领各个小组 向着更深的属灵生命成长 我们也祈求 让我们的小组成为一个彼此扶持 相互成就的地方 使每一位成员都能在其中 找到属灵的家园 六 圣洁的神 感谢你赐给我们全教会的领袖们 让他们能够在你的恩赵下 忠心地侍奉你 服侍你的百姓 建立你的国度 求你帮助每一个领袖 让他们能够更多地回应你的呼召 让他们能够在你的爱中 以爱待人 以真理引导人 以圣灵充满他们 阿门 七 信实的神 感谢你赐给我们福音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 认识你的儿子 得到你的救恩 求你帮助我们福音堂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能够成为火热传福音 横切祷告的主的门徒 求你赐给我们 教会走出去传福音的心智 让我们能够勇敢地向周围的人 分享你的爱和真理 让更多的人能够归向你 荣耀你的名 阿门 八 爱我们的神 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家庭 让我们能够在教会和团契中 享受你的同在和你的恩赐 求你怜悯那些还未能投入教会生活 或对教会 小组没有归属感的肢体 求你打开他们的心 让他们能够跳出舒适圈 尝试融入教会和团契的生活 求你帮助他们放下一切 阻挡他们与你及弟兄姐妹亲近的障碍 让他们能够在你的爱中 找到属灵的家和伙伴 阿门 九 天父 我们在您的面前虔诚地祷告 感谢您给我们机会去到英国的伦敦和曼城 以及荷兰和塞内加尔宣扬您的福音 我们心怀谦卑 求您为我们的短宣团队复兴每颗心 装备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使我们在传播您的话语时 满有圣灵的能力和智慧 求您指引我们的步伐 使我们在这些城市中 您做见证时能够准确无误地传达您的爱和真理 仅次于我们敏锐的心 以便我们能理解并满足那些渴望认识您的人们的需要 我们祈求 让我们的言语和行为都能荣耀您的名 并带给所去的每个地方神的祝福和平安 愿我们的侍奉能够触动人们的心灵 引领他们走向您 体验您无比的爱和救恩 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